一战的德国军队确实强 就连战壕都领先其他国家 欢迎来到史上最全留言验证节目 留言终结者第11季第二集 大家好,我是恩哥 本集第一则留言来自论坛 说在一战中 德国人在挖战壕时非常仔细 他们认为当炮弹落到战壕中时 90度的弯角能有效阻止震波在战壕中传播 所以严格要求拐角是弯的 这样的设计真的能提升士兵存活率吗 留言本质与震波无关 劣质的拐角也许会让震波顺利传播 而直角拐角能阻挡震波传播 这是真的吗 亚当决定先从小规模测试开始 他们要用水来模拟留言场景 战壕的材料是透明塑料 里面装满油和水 以便观察波的传播 首先造一个长且直的战壕 然后造一个阶梯形的拐角 最后造一个平滑的圆拐角 三个小熊战壕全部粘牢 开始注入液体 先加水再倒婴儿油和食用色素 三种液体的组合能清晰的反映出波的传播模式 虽然空中的爆炸震波不是这个样子吧 但波浪、升波和冲击波 力学本质上差不多 都是行波 所以小型实验是有效的 这个例比实验最后的要素是个稳定的波源 亚当轻描淡写的做出个装置 就弄出了个流畅波浪 实验可以开始了 最终组是直槽 亚当记录下水槽末端波的最高和最低点 波高约1.9厘米 来看看直角水槽是什么光景 肉眼可见的差别 末端的振服微乎气味 直角确实能抵御冲击波 那圆角呢 同样可以抵御 但效果比不上直角 这意味着流言的说法可能是对的 水波传递结果是这样 那爆炸波会不会有所不同呢 那就得用炸药实力测试了 为了挖出全尺寸的战壕 终结者来到一个老地方 加利菲尼亚的艾奥尼 他们准备挖三条战壕 直线战壕 尖角战壕和圆角战壕 重型机械的效率飞 人力可比 再加上加速时间的剪辑 三条15米长的战壕 很快就挖好了 接着用色板标记战壕 来提供明确的实验顺序 也为战壕两边侧臂提供支撑 搞定之后可以进行爆破了 但第一次爆破不在战壕中 而是露天引爆11克的TNT炸药 每隔三米放置一个传感器 用来提供震荡波的基准数值 众人退至安全屋 亚当暗动开关 高速相机捕捉到了瞬间爆炸 传感器得到了重要的数据 距离爆炸点6米处 压强达到268.9千帕 9米处压强为82.7千帕 到了15米处 这个数字低至34.5 将爆炸转移到地下后 这个数字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15米的绿色直线战壕爆破 雄美壮观又让人毛骨悚然 战壕被彻底摧毁 可想而知 战争对人类有多残酷 压力传感器测试到的爆破结果 相比于地面自然是高出一大截 下面出场的是 德国工程学的巅峰之作 直角战壕 工作人员在战壕内安置好摘要包 解密从安全屋进行引爆 爆炸的场面依旧壮观 黄色直角战壕四分五裂 但就结果而言 高兴已不足以描绘哥俩的心情了 6米的压力值是413千帕 9米时131千帕 到了15米 压力仅为48千帕 压力值在行进过程中急剧下降 但是否只有精确的直角 减少冲击的效果才最好呢 为了找到答案 我们最后进行远角战壕的爆破行动 工作人员设置好传感器 安置好炸药 撤回到安全地带后 亚当暗动开关 蜿蜒战壕爆发轰天巨响 通过慢速镜头可以发现 直角战壕内 火球在第一个转弯处就停止了移动 而远角战壕则通过两个拐角 视觉上远角就败了 数据上更是清晰 远角战壕末端的压力值明显高于直角战壕 德国军队的理论正确 留言属实 凯利有个疯狂的留言 涉及小丑和车祸 说两个小丑开车前往一个派对 副驾驶的小丑有一堆气球 没有系安全带 当车子撞墙时 系安全带的小丑没事 没系安全带的小丑因为气球关系 也没有受什么伤 气球真能发挥安全气囊作用吗 根据警方的报告 小丑门开了一辆很普通的车 而不是一辆花花绿绿的派对车 当然托瑞是不信的 装扮好小丑车后 用吊车把车子吊起来 投钩朝下释放 和以时速56公里撞墙的效果一样 一次测出小丑们承受了多大的力 驾驶员及安全带乘客没有 看看会得到多少技载荷 第一个测试没有球当做对照组 可存活的技载荷必须低于100G 这是终结者的界定标准 小丑撞车的对照测试开始 就肉眼来看 时速56公里的车头撞击就很恐怖 事实也的确如此 绑着安全带的驾驶员收到150G载荷 已经超过了致死标准 闻闻当当的必死无疑 接下来看看气球能否产生影响 和对照组测试一样 逐驾驶既安全副驾驶不济 但这次副驾驶身前塞满了气球 装着气球的小丑汽车下落测试 开始 表演依旧精彩分成 冲撞仍然十分猛烈 乘客穿过气球屏障撞碎了挡风玻璃 脑部的载荷是350G 胸口是620G 与第一次几乎没有区别 气球并不能救下小丑一命 不过也不能说 这就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也许某种气球 或者将气球进行特殊的排布后 就能在车祸中救你一命 先用小型实验 看看哪种气球的缓冲效果更好 格兰得做个气球撞击装置 将多个圆环 焊接成管道状 再做一个大小与管道直径相似的木质圆盘 作为活塞的圆盘 增重到22.7千克 看下面的气球能做出多大缓冲 测试从无气球对照组开始 活塞落地的载荷是100G 接下来放入15个普通乳胶气球 活塞落地载荷98G 普通气球几乎没有任何作用 接下来是动物气球 为了保证对比的正确性 圆筒中气球的高度要完全一致 载荷从100降到了6 别急 下面还有小气球 个头小数量多 效果更佳 载荷降到了2.8G 接下来是超大个头气球 优势在于材料是脚后的乳胶 果然越后面的越强 这次载荷只有2G 超大个气球成了最后赢家 那么进行完整规模测试吧 车子对对碰再次拉开帷幕 与之前完全相同的方式 只不过副驾驶小丑面前 换成了超大个头乳胶气球 请记住 在普通乳胶气球时 小丑承受了620G载荷 是致命载荷上下的6倍 装满气球的小丑车被吊起来 众人的心也跟着提了起来 在慢镜头回望中可以看到 汽车撞击地面时 气球之间的间隙 刚好让小丑头部通过 他的鼻子碰到挡风玻璃 除此之外 载荷数据要比之前好得多 只有130G 超大气球的确很大程度 缓解了G载荷 但这个数值依旧超出生存上限 很遗憾 流言还是没站住脚 但三人众不会 止步于此 他们必须要设计出 能让小丑活下来的气球 凯莉搞了个巨大香肠气球团 格兰则秉承气球越多 宰赫越小的理念 用小气球做了个气泡垫 至于托瑞 他搞了个气球大杂烩 以求达到最佳效果 三人众分别将作品 放入圆桶中进行测试 凯莉的作品看上去不佳 托瑞的看起来效果不赖 格兰的应该是最优秀的 最终成绩 凯莉3.8G 托瑞2.8G 格兰1.7G 那么就用他去救老兄一命吧 三人将车子塞得满满当当 这条流言是否成真 全看这个升级版的实验了 期望虽好 但现实往往是残酷的 在气球气泡垫的保护下 小丑头部承受了220G宰赫 胸部是230G 比上个实验还多 流言彻底被终结了 本期流言终结者 用亲身实验证明了 德国直角战壕 对炸弹冲击波的阻碍 确实要高于其他形状的战壕 气球无法充当气囊 在车祸中保住你的小命 今天的流言挑战到这里 就落下帷幕了 小伙伴们如果有听过 有趣且可信的流言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欢迎大家观众安哥 我们下期再见